词曲 李宗盛 啊 亲爱的朋友们 必要的城邦属于谁 属于我 属于你 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杯 再过二十年 我们重相会 为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天也行 地也行 城邦更明媚 城市像村处处增光辉 啊 亲爱的朋友们 创造这奇迹要靠谁 要靠我 要靠你 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杯 但愿到那时 我们再相会 具备在英雄 光荣属于谁 为祖国 为丝花 流过多少汗 会奢望是心中可有亏 啊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自豪地聚起杯 天上堂 笑杨美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杯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杯 我和你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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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哇 这个太难以置信了 是一位外国朋友唱的 啊 那刚才我们了解到 你说你是为婆婆才选择了这首歌 是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婆婆喜欢 所以你是一个洋媳妇儿 嫁到中国来的吗 对 我老公是中国人 是南京的 不过其实我们是在上海认识的 红桥 火车站那边 我们正好坐在一起 然后我们两个聊了一路上 就觉得特别有缘分 后来聊聊聊就决定在一起了 今天你婆婆在现场吗 在现场 她和我老公都来到现场 给我加油了 哪两位 哦 哈喽 大家好 哎呦 婆婆你好 她们好年轻啊 这人 一开始你比如嫁到一个中国家庭 你有没有觉得有文化差异 有没有觉得不适应的地方 有 有很多 在澳大利亚 比如说我老公 他把我爸爸妈妈 就直接喊名字就可以了 但是在中国不一样 我会把他的爸爸妈妈 喊成爸爸妈妈 对 更亲密一点 所以你一开始很难喊出口 是这意思吗 有一点点小别扭 但是后来 他也没有逼我 他说随便怎么交都可以 然后我说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我们的关系好 我就觉得我喊妈妈 就更亲近一点 我们来问问婆婆好吗 这个当时你知道儿子 跟一个洋妞谈恋爱 你怎么想的呀 我非常开心 我觉得蛮自豪的 蛮自豪的 那我想反问您啊 您觉得儿媳妇对你怎么样 儿媳妇对我也好 她比较善良 懂事真的 她很好真的 婆婆看得出来是特别满意 因为她对我还要好 我比不上 每一天她都会问我想吃什么 然后不管她有多忙 肯定会给我做饭 然后呢 她什么都不让我做 做饭啊 做家务都不让我做 比如说我生病的时候 也会去给我买药 也有一点 我觉得特别感动 我家人不是不会讲中文吗 她也学了几句英文 都为了跟我家人沟通沟通 然后就是特别喜欢打麻将 我也把那个麻将牌 送到国外去澳大利亚 然后也交了我爸爸 所以她来澳大利亚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 一家人一起打麻将 就是通过你把我们这个麻将文化 也发扬庄大了是吧 我们得听听这个阿姨您这英文 跟我们说一下 学得不好 不 妈你说那个情座怎么说 Sit down please 你看这发音都标准 Sit down please 很标准吧 那你有没有学习南京话 也有 也有一点 那我先举几个例子吧 没事讲我的思 然后你干什么 你吃过了吗 吃过了 然后我知道 我晓得了 然后没有了 就是没的了 然后朋友就是朋友 然后真的是真的 还有一个挑剔叫加森 谢谢白丽莎 我们看到了一个 特别乐观的澳大利亚的女孩 在中国收获了她的事业 她的爱情 她的婚姻 还有一段非常难能可贵的婆媳情 看到你啊 我们真的祝愿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 在我们中国这片热土上 收获你们的幸福人生 谢谢 谢谢 或许满前飞 千丝往里绵绵 路上踩云坠 水过山 水过水 或许飞了谁 大眼长方人双对 相思和美美 青海和美美 尽力无力我相随 我不想就刚好 走得红花不成灰 青海和美美 尽力无力我相随 不想就刚好 走得红花不成灰 不想就刚好 走得红花不成灰 走得红花不成灰 我现在是西笔哥的一身 艾莲我想问你一下 你在中国在哪个城市生活 我是在北京生活 北京啊 咱俩是老乡 我也是北京人 是吗好巧啊 你在北京待了多少年 我在北京待了八年了 八年了 多大 你呢 你了 我四十多年了 其实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是14岁 那时候我就是来看我姐姐 然后我一来到这个巨大的国家 我就爱上了中国真的 然后觉得无论怎么样 我必须是在这里学中文 然后学你们的那个深刻的文化呀 更加了解中国 嗯 16岁那时候我就搬到了北京 学电子生物 那以后会留在北京吗 我打算留在北京 对 打算留在北京 嗯 因为我现在真的感觉我离不开北京了 哎 我考考你啊 就是在北京啊 有好多老字号 南京就来了 在 哎呀我现在好紧张 我很紧张啊 有好多老字号 比如说吃烤鸭去哪儿 那是 全就得吧 哎呀 我再考你啊 好 这个 刚才说的吃啊 嗯 你要买中药去哪儿 嗯 你没事问人家中药啊 不是 你吃完了撑上去 吃点中药 同仁堂吧 同仁堂啊 同仁堂啊 同仁堂 多厉害你 同仁堂都知道 再考你最后一个 行 你吃包子吗 吃啊 北京吃包子去哪儿 大街村都有呢 不是 不是 有一个 有一个特别紧简的地方 叫 清风包子铺吧 对 清风包子铺 好棒啊 这个 刚才艾琳说了很多 她对这个中国老字号的 这个认识啊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 其实你想每一个地方啊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城市 有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那些老字号 有历史传承的东西 所以地域文化的这种独特性 是今天特别珍贵的 谢谢你 艾琳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